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庆祝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十周年 即庆中秋公益音乐会导演组 到达市的第二天 还没来得及到时差 上午八点 导演组的三个年轻人 就驱车赶往预定的音乐会场馆 位于达市海滨的穹顶体育馆 当时最担心的问题是 没有看到场馆 导演组三位年轻人 只有总导演助理影子 来过谭桑尼亚 执行导演可星和音乐总监 胡晨都是第一次到非洲 风险大概是 主要的风险大概就是 如果说现场 我们现在比如说音乐 突然要切 内心压力是特别大的 别人是在非洲 可能会出现设备落后 或者说沟通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中秋音乐会对于远离祖国和亲人的 坦桑尼亚华人华侨来说 是每年除春晚之外 最大的瘟疫省会 今年又恰逢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因此乔胞们卯足了干劲 要办一场比往年更加盛大的中秋活动 他们的这个想法 也得到了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 大力支持 我们中国人对中秋的这种文化寄托 从来都是很深厚的 尤其是对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来说 同时呢 今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那么十年以来 在元首外交 一带一路倡议 以及对非政策理念的引领下 中坦的各方面的这个合作 友谊 可以说都得到了长逐的进展 那么作为文艺演出文化活动 这实际上是连接民心的重要的纽带 所以使馆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朱金峰是坦桑尼亚侨团组织 华筑中心主任 场馆是否能满足导演组设计的演出要求 他也很担心 那么眼前这个场馆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跟场馆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对接 我们比较幸运 那个场馆是刚建成的 里面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专业 导演组在达氏工作和住宿的场地 都在这座当地华侨朋友开设的小院 开场得有避险节目 我们得把节目单上 所有确实到的 一首一首旅出来了 小院的环境非常的优美 也非常的安静 当我吃到小院的第一顿饭 哇 做得好好吃 这绝对是中国厨师做的 但是仔细问过老板之后 才发现是坦桑女孩做的 虽然小院生活舒适惬意 但离中秋演出 只有七天的时间了 今天是坦桑时间9月22号 我们第一次工作分工 三位年轻人不敢有丝毫放松 他们得赶紧找到节目需要的 坦桑尼亚本地演员 张演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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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这次我们中处晚会 之前也跟你讲了 这个节目的演员我们现在还没有落实 就想着 向您求助 对 我们有很多学习汉语的学生 他们也有很多的产业 然后你们可以看他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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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你都不能看 有好多的 就是他在唱着 空子轩的院长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不论是从武术演员 还是舞蹈演员 还是歌唱演员 有几位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当时就感觉王孟青太对了 王孟青生长在达雷斯萨拉姆一个贫寒家庭 他从小学习努力 高中毕业便考进了达雷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 从此 王孟青刻苦学习中文 不仅在各种汉语比赛中多次获奖 而且还爱上了唱中文歌曲 正值暑假 加上有些参与过表演的学生 已经毕业工作 因此还有几位演员一时联系不上 王孟青和威廉也在其中 威廉和王孟青是孔子学院同届学生 虽然已经毕业 但因为歌唱得好 常常被张院长请回学校演出 导演组也希望由他们来演唱 这次《悲情音乐剧》中的一首歌曲 《悲情音乐剧》 《因为爱》从莱托利出发 是这次中秋音乐会上最重要的节目 节目创意来源于一次考古发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 考古学家从坦桑尼亚莱托利地区 发现了疑似人类的脚印 这个发现有可能将人类起源的历史 向前推进一百多万年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 虽然说我们的文化发展至今百花齐放 但是我们始终不要忘记 我们其实都是从一个地方走来 根据导演组的设计 这个节目将由来自中国坦桑尼亚 意大利三国实力派演员共同表演 参与这个节目的安娜 是意大利著名歌剧演员 保罗是国际著名管风琴钢琴家 由于向往古老的东方文化和非洲文化 两位意大利音乐家和中国演员一样 不远万里来到了坦桑尼亚 参与这个节目的中国歌手 王泽鹏和京剧演员张萌 也都为这次演出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它用爱作为主线来连接人类命运 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戏曲是零 但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吧 所以说我会更加地去 努力把这个节目去演绎好 我非常地开心 与坦桑尼亚和意大利演员同台演出 希望我们的国粹艺术 能够带到世界各地 这次音乐会邀请了中国演员 和主持人十位 虽说是工艺演出 而且要远赴非洲 但受到邀请的十位嘉宾 都丝毫没有推脱 去非洲演出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这次意义特别不一样 这次晚会有一个主题 就是庆祝 共建一带一路倡与十周年 这不仅仅是海外华人的庆典 这是咱们全体中国人 甚至是整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所有人的庆典 大家还没休息 离演出只剩下五天时间 中国演员和意大利演员 也快到达市了 微型音乐剧《因为爱》 从莱托利出发 需要三国演员一起排练 可坦桑尼亚演员 王孟卿和威廉 什么时候才能联系上呢 今天导演组来到一个中资企业的 开业仪式现场 这是中国一家民营玻璃厂 在坦桑尼亚建成投产庆联 方圆百里的当地群众 早早赶到了现场 他们再歌再舞 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 不仅如此 坦桑尼亚国家总统 萨米亚·苏卢胡哈桑 也亲临现场 他将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 陈明建一起 为玻璃厂开业剪裁 旺康伏法玻璃厂 它是中资投资的 重要的一个项目 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看 今后要助力 非洲发展的三项新的举措 其中第一项就是支持 非洲工业化倡议 那么旺康玻璃厂的 这个顺利的投产 正是符合和响应了 这个政策的引领 从坦桑的这个角度来看 国家发展中间的制造业 以及这个投资 都是他们非常急需的 那么旺康复法玻璃厂 对坦的这个投资 一共是有3.11亿美金 建成之后 现在是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 唯一的一家这个玻璃厂 它其中80%的原料 是来自于当地 然后四分之一的产品 将在当地销售 剩下的都将销往 这个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为坦桑实现出口创汇 陈明健大使介绍说 目前在坦桑尼亚 投资的中国企业和项目 有1000多个 既是中国经济向海外的延伸 也是坦桑尼亚发展的建设者 这些企业一手连着中国 一手连着住在国 使馆也把支持他们发展的工作 纳上了很高的这种意识日程 我每到一个地方去访问的时候 我都会到当地的中资企业去看一看 目的就是了解他们的生产经营 还有就是提醒他们 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再有就是要安全生产 同时也对坦桑的加强交流 我都要见一见他们的警察 或者是强力不明的负责人 主要是敦促他们 要保护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的安全 十年来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 帮助和支持了一大批中国企业 富坦投资行业 对导演组来说 要想表达好这次音乐会 庆祝共建一带一路 唱一十周年的主题 就得去实地寻访这些建设者 听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实故事 未来东非商贸物流中心建成之后 它会是一个更大的展示区 即将建成的东非商贸城 是达雷斯·萨拉姆一个地标性建筑 为了建成这个商贸中心 王湘云和王湘云姐妹俩 已经在坦桑尼亚奋斗了十年 当时 王湘云 王湘云姐妹的公司 在中国已颇具规模 之所以在众多的海外拓展选项中 选择了非洲 是因为他们看到在坦桑尼亚 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采购都很困难 看到路由和商贸交易的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难题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政府 给我们一个战略上面的 整个大的趋势会给我们一个导向 从打造商贸平台 到成为东非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 十年来 王湘云姐妹的企业 在坦桑尼亚投资约两亿美元 给坦桑尼亚当地人 带来了几千个就业岗位 同时 商贸流通平台 也称为投资促进平台 为坦桑尼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并成功入选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务实合作项目清单 坦桑尼亚三级巴尔岛 又称桑岛 与达类斯萨拉姆隔海相望 被人们誉为印度洋上的绿松石 这里不仅有地球上最美的珊瑚海滩 而且有被联合国教坑尼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头城 这是非常传统的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文化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城市 你能知道这些土豆是什么 只是看到房屋 和团物的固定 这里是个充分的瓶嗎? 就是个充分的充分的充分 就是正式充分的充分的充分 就像一个充分的充分 甚至是一带的小银 我们的在那里 连到那里 那是很大 所以人们从中国 他们经常来移动 或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一条法定 是一条法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见面 导演组简单介绍完节目情况 就开门见山地请王孟钦试唱她的歌曲 他这个歌还挺关键的 我感觉她这个声音真的太棒了 就在没有经过一个细程性的专业的训练的情况下 自己唱到这个程度非常非常厉害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如风起来的心里 当月去小时还没还 我才去到 好远空走来睡不着 你 周生哲都很分别了 让我们的笑容 驶蒙着情绪的枪 让我们期待 明天会变好 他唱的动作 他在拆嘴的音色 还有那个就是由内而外 自然而然散发的那种真剧的情感 而且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有彻底 真的热爱 我身为音乐人 宫杰的每一首歌都要认真去写 认真去创作 因为你不知道 世界上哪个地方的人听到 会被他们如获之宝一样的对待 明天就要彩排了 华筑中心朱金峰主任 送来了道具月饼 红子学院的老师也来电话说 参加彩排的本地演员 都已经联系好了 至此演出进入倒计时 尽管导演组一行 早上八点就来到场馆 与工作人员一起进行舞台的 调试安装 但由于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 还是出现了一些 意想不到的问题 如果说实在不压关 就电一下 从安全起来就这样 下午三点多 舞台安装还在紧张进行 演员们已经陆续来到了现场 你好 可以听到中国吗 我是小姐 小姐 小姐 我会玩音乐 你能看到你的感觉 好 你能看到你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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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你能看到你的感觉 你能看到你的感觉 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演员们依然热情高涨 这支非洲鼓队来自达雷斯萨拉姆大学艺术学院 当听说导演组是专程从中国赶来 完这场音乐会 艺术学院的院长选择亲自带队过来 参加演出的武术对舞蹈队来自于达雷斯萨拉姆红子学院 据张院长介绍 红子学院在校生都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中国传统文化项目学习 学生选择学习武术 学院便从中国国内请来武术教练教他们 一旦开始练习就要求每天坚持风雨无阻 而这些坦桑尼亚小伙子都能做到 花香盈盈 中秋月明 汇风和明 天朗气清 欢迎来到2023 我把思念唱给你中秋音乐会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若宜 我是主持人Sherry 舞台上撑着油脂伞翩翩起舞的坦桑尼亚女孩 与中国歌手共同演绎着这首极具中国国风特色的歌曲 这一幕让人真切感受到中坦文化交融 似乎就定格在此刻的每一个音符中 每一针画面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大家收拾好行囊 从中国来到坦桑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子 不怕前路漫漫 你掌心柔软 虽平淡 却溶解我所有孤单 两道点 桃花马上回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中国意大利坦桑尼亚的艺术家用不同语言不同类型的歌曲演绎同一个爱的主题 无论我们来自哪里 爱和友谊 总会把我们连在一起 她与你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也是无望 女儿缘 想起了夫妻们还要收紧了海岸 她也是无望 月儿缘 Like me 明月幾時有 天上飛來 幾雲絲子鳥 讓我們的笑容充滿在今 仰望星空 群星璀璨 放野人間 煙火燦爛 一帶一路 風華正茂 鐘彈有意 萬古成千 我相信今天的活動 既能為大家營造一個團結 友愛 溫馨和熱鬧的 節日氛圍 也能夠表達出 我們對祖國 對故鄉 對親人的思念之情 今天這個演唱會很美 我非常開心 歌曲都很美麗 心痛感 這是最好的表演 最後再次公祝大家 中秋快樂 中秋快樂 我們會見到下次見 我們會見到下次見 下次見